洛兴亚人害怕返乡缅甸转运营等无人 为了协助流亡的洛兴亚 少数民族返乡 缅甸政府在若开邦 设立的转运营已准备就绪 每天可接待150名男民 不过转运营成立迄今 多数时候都空无一人 因为无法取得任何国籍的洛兴亚人 害怕返回当初遭缅甸军方暴力驱离的家乡 缅甸当局也未努力向洛兴亚人保证 如今情况已经不同 俄库拉 纳库拉 转运营的移民事务主管温康 昨天站在荒凉的转运营内 对媒体表示 自1月起用以来 我们就已做好接待准备 缅甸政府安排记者前来这个的区 进行二天采访 亚穆斯林四散逃难 至今只有不到200人重返家乡 那么多通知 man 四散逃难